强奸怎么强奸呢 把人给杀了 清晨警方接到农民老婆的报案 他要去自家地里收玉米时 发现有个女孩浑身赤裸地躺在地上 警方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根据法医的初步试检来看 死者是一名20岁左右的少女 身上有多处瘀痕 死亡原因是顿气击打头部致死 接着他们去向村民询问了解情况 据一位年长的村民所述 死者名叫王丽 就住在他们村的村口 而王丽最近和同村的李新华之间 还有不小的矛盾 正巧李新华就在现场围观 但听到有人提及他后 立马心虚地跑走了 但没跑出去多远 就被警员暗倒在地 从李新华逃跑的行为来看 警方觉得他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果然回到警局调查完李新华后 竟发现他有过犯罪前科 五年前他曾因当街抢劫进过监狱 可李新华坚称自己与王丽的死无关 据李新华所说 昨晚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喝酒 一直到深夜才散场 醉醺醺的他在走到那块玉米地时 突然感觉内急就想到地里解决 可没走几步就踩到了地上的锄头 于是他拿起锄头就扔到了一旁 也就是扔锄头时 他看到了王丽的尸体 当时他还撞着胆子上前 想看看王丽是死是活 但看到他满身鲜血的残阳后 吓得他不敢再看连忙逃离 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我有犯罪前科 又跟王丽吵过架 我怕别人怀疑到我身上 今天警方在村民那得知李新华时 他的逃跑也是这个原因 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你们一定要证凭我的清白啊 审讯结束后 法医也正好做完检测报告 根据法医的深度试检来看 死者身上的多处愈痕 确认是凶手侵害未遂留下的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一点左右 并且在尸体下还发现一块佛牌 看上去不像是死者会佩戴的东西 此外他们在案发现场不远处 发现了李新华所说的锄头 经过对比死者身上的致命伤 与锄头的形状完全吻合 几人再次返回案发现场 这儿就是发现死者尸体的地方 锄头上面有死者的血迹和李新华的DNA 但除此之外 锄头上以及案发现场 没有其他任何有用的线索 因为凌晨12点到2点之间 现场下了一场大雨 很多痕迹被雨水冲刷干净 也就是说凶手是在雨中实施的犯罪 而喝完酒的李新华在凌晨2点左右 路过那片玉米地碰到锄头留下了纸 并且警员走访了当时和李新华喝酒 经过他们的证实 案发时间李新华一直在酒坛上喝酒 中间从未离开过完全没有作爱时间 至此李新华的嫌疑被彻底排除 于是警方将目光转移到了 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块佛牌上面 据调查这个佛牌原产地是在泰国 原材料稀少价格昂贵 能买到的都是非富即贵的有钱人 而王丽只是一个刚成年的农村女孩 单亲家庭家境也普通 所以这块佛牌肯定不是王丽的 我怀疑是凶手故意留在犯罪现场 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 按我们的行话来讲 这叫标记行为 一般情况下有标记行为的罪犯 都是为了挑战法律或者自我救赎 并且他们极有可能会再次作案 再次在现场留下标记 也就是说警方必须在短时间内抓到凶手 防止有人再次被凶手残忍杀害 当务之急是找到佛牌的拥有者 为此马队派警员赶去泰国 调查佛牌的购买者名单 几天后警员拿着名单回来 名单上一共有23人 其中有个叫丁天的买了三块 据调查得知 丁天是本地知名企业家的独生子 平时就性格顽劣目中无人 觉得此人很有嫌疑的马队 立即带人前往丁天的住所调查 但没想到半路就接到了报警电话 在本市的一家技术学院里 一名女孩在地库中被残忍杀害 女孩的尸体上同样有着一块佛牌 马队在看到同样佛牌的那一刻 更加确定凶手就是丁天 立刻带人前往丁天家将人缉拿归案 而马队之所以如此气愣 是因为这个丁天在上初中时 仅仅因为和班里的女同学有一些矛盾 就把女同学推下楼梯 致其颈椎受伤高位结胎 成了植物人一直到现在都在病床上航着 当时的马队刚刚从警校毕业 没能从当时的丁天手里救下女孩 一直是她的心病 从那以后马队就以爸爸的身份照顾女孩 现在接连两起命案都和她有关 马队势必要将丁天绳之以法 经过调查技术学院的受害者名叫刘婷 今年20岁技术学院大二学生 法医尸检完后判断 刘婷的致命伤是腹部的十几处伤痕 肝脏破裂加上失血过多而亡 不过从刘婷的伤口来看 凶器不像是普通的管制刀具 但这次在现场并没有找到凶器 另外通过对两名死者的人际关系调查 竟发现他们之前就认识丁天 且关系并不生疏 这样看来两人的死 并不是表面上侵害未遂后的恼怒杀人 而是丁天精心策划后的故意谋杀 但面对警方的审问 丁天一口咬定是因为自己建设起义 遭到两人拒绝后便一气之下将他们残忍杀害 虽然知道丁天并没有说实话 但马队因为收养了植物人女孩的缘分 要回避案件 只能让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 但就在检察官小柔再次审讯丁天时 他竟失口否认是自己杀害的两名死者 还称自己之前之所以承认 是因为警察对他动了手脚 打你 是他们吗 你可以说出线索 我们去查 所有讯问都全程录下 小柔的有理有据让丁天哑口无言 显然他是想诬陷警方但没成功 面对这种死不悔感的罪犯 小柔决定换个方式询问 刘婷被捅了好几刀 鲜血流了一地 那种血量跟速度 应该喷得到处都是吧 按照血液喷溅的轨迹 凶手在作案时 衣服上一定会沾有大量血迹 但从丁天平静的表情判断 他应该是已经将衣物全部处理妥卖 但他不知道有一种名叫卢米诺的事情 即使血液浓度只有万分之一 不管衣物被洗得有多干净 他都会让沾染过血液的东西现出原型 你忘了一个东西能洗干净 漂白粉啊 没有人告诉过你 漂白粉是有时间限制的 过了一两天之后 沾染过血液的地方 还是会呈现出来的 丁天没想到因为一时的得意忘形 让他露出了破绽 很显然他是用漂白粉将衣物洗干净 现在只需要问出衣物的下落 但丁天却突然暴躁起来 并且与吴伦次全身倾金暴起 很像是精神疾病发作后的样子 于是警方立即将丁天送往治疗 既然问不出衣物和凶器的下落 警方只能申请搜查令 前往丁天家进行搜查 在这里警方静在他的电脑里 发现了王力和刘婷死亡当时的照片 但怎么也找不到血液和凶器 只能先对丁天的爸爸丁红进行问讯 丁天吸毒成瘾 您知道吧 没错 吸毒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我承认 戒了不就完了 但是我绝不相信我儿子的杀人 丁红对于自己的儿子绝对信任 他不相信自己乖巧听话的孩子会杀人 于是正在吃饭的他 扔下餐刀就要赶几人走 但高队却发现这个餐刀很有问题 他一侧的弧度很特别 与之前法医说的伤口形状完全稳固 这把餐刀极有可能 就是丁天的作案凶器 知道丁天极有可能用这把刀杀人的 刀上沾满过受害人的血迹后 丁红再也嚣张不起来 急忙跑去厕所呕吐 与此同事高队注意到 丁家的保姆周姐的表情很不对劲 频频地瞟向警方这边 于是警方也将周姐带回了警局 老实的周姐当即将自己知道的全盘拖出 案发当天他看到丁天竟然在洗衣服 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但没想到他洗完衣服 竟然又丢掉了垃圾桶里 觉得丁天实在是浪费的周姐 就偷偷把衣服捡了回来 打算带回老家给自己儿子穿 按照周姐所说的位置 警方顺利找到了血衣 而法医也确实在餐刀以及血衣上 提取到了刘婷的血液残留 这下证据完整确凿 小柔再次审问丁天 铁证如山丁天只好承认 的确是自己杀的人 据丁天交代他时常打完游戏后 就开车出去物色美女 但最近他打游戏经常输 出去看上的女人也就是王丽和刘婷 还极力反抗弄疼了他 于是一气之下他就杀了两人 但冷静之后他又觉得良心不安 才留下佛牌以此来赎罪 到此案件查清证据冲突 于是检察院立即对丁天 以故意杀人最提起公诉 但在法庭上 丁天竟再次污蔑警察刑讯逼供 并且他的律师竟出示了一份 丁天患有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报告 想以精神疾病为由 让丁天减轻刑事处罚 但小柔早有准备 原来刘婷和王丽一样都是单亲家庭 经DNA检测证明 被害人刘婷和被告人丁天 是同一家族血统 刘婷和丁天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而更早被害的王丽也是他们的亲兄妹 他们共同的亲生父亲就是丁红 听到这旁听习的群众也不由地议论纷纷 而丁红也显然是有些坐不住 原来他当初有承诺过两位单亲妈妈 在他们的孩子年满20岁后 就分给他们一些公私股份 可就在两人马上要过20岁生日时 丁天将两人残忍杀害 所以他的作案动机很充足 他想独吞父亲的财产 故意对两人痛下杀手 丁起案件的发生都在雨夜 并非偶然 而是他故意为之 雨水可以冲刷掉他的犯罪痕迹 扰乱警方的侦查 在现场留下佛牌来掩饰他内心的谋惧 以及杀害亲人的愧疚 并且在案发后 丁天能有条不紊地处理掉证据 这都可以证明丁天犯罪意图明显 两起案件都是他精心策划后所犯下的 这绝不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办到 他作案充满理性 目的清晰 逻辑缜密 他作案之后 情感反应 虽然邪恶 但正常 怎么会是精神病患者 最终丁天已故意杀人罪被判以死刑 犯人得到应有的处罚 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辛勤调查 同时检察官代表着国家全面指控罪犯 而律师则是代表人性的平等 用一切手段为委托人辩误 是律师的最高使命 这也是为什么证据充足的罪犯 还有律师为他辩护的原因 加油 快去 快去放弃了 80岁的瘫痪老人惨死养老院 屋内到处都是喷溅的血迹 老人被匕首刺穿心脏一击毙 更令人发指的是 老人身上有多处被捆绑的痕迹 疑似生前遭受过虐待 警方初步推断死者是死于他杀 现场并没有财务损失 且老人胸前的刀扎得很深 很有可能是一起仇杀案 询问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得知 老人名叫万大伟刚过完巴士大手 两年前因为脑中风 生活不能自理才来的养老院 万大伟无儿无女也没有其他的亲戚 而且他固执己见 不听医护人员的话 甚至还动手打人 出于安全考虑 每次医护为万大伟检查或者输液时 都会用床单将他绑起来 养老院这边没有其他有用的发现 于是警员马之立即将现场的误诊 交给警局痕迹科马主任进行检测 一看到凶器马主任就觉得十分眼熟 但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 接着马之向马主任说明案发现场的情况 这个匕首当时深深地刺在万大伟胸膛内 他的双手也紧握着匕首 看样子是想将他拔出来但没成功 马之推断万大伟和凶手的指纹 已经叠加在一起了 再加上匕首的手柄处花纹复杂 这种情况普通警员很难提取到凶手的指纹 所以才找到了横检专家马主任 但马主任的检验也需要时间 于是马之趁这个时间又去了养老院走访 从院里的万世通王奶奶口中得知 杀死万大伟的那把匕首竟是他自己的东西 之前就放在他屋里的桌子上 还经常盯着他发呆 王奶奶曾经看到想借来玩玩 却被他言辞拒绝 王奶奶的几句话整个青春小伙羞羞红了脸 急忙结束了问询 之后他们又找到了负责万大伟的医生 据医生所述 万大伟虽然身体瘫痪 但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甚至还有些疑老卖老 只是半个月前他的情绪开始有点不对劲 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郁郁寡欢 并且医生也确认那把医手是万大伟的 他曾见万大伟耍弄过那把医手 我还跟他说呢 我说这把刀又那么笨重 你手脚又不利了 你何必老耍弄他呢 经过走访调查警方发现 万大伟就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空巢老人 他终身未婚也无儿无女 只有几个相熟的老同事之前还有些联系 但自从他搬进养老院后 也没再见过面 最近经常去看望他 也就是第一个发现他惨死的报案人 但那个女人只是一个卖宝剑品 专门忽悠老年人的骗子 已经被警方调查关押了 马之认为基本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 毕竟一个手脚不利索的孤苦老人 会得罪谁呢 而马主任采样检测整个案发现场后 一共提取到了30多枚指纹 对比后确认这些指纹属于万大伟 或者养老院工作人员的 而在凶器上一共提取到了三枚指纹 其中两个都是万大伟死亡时留下的血指纹 而另一枚则被压在了血指纹下方 只提取到了三分之一 与养老院内的人员对比过后 马主任确认 这枚指纹属于外面人员所留 此外马老师还将这枚指纹 和指纹库里现存的指纹对比 同样是没有结果 万大伟下半身瘫痪后就没出过养老院 也没有人来看望过他 因此这枚指纹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警方决定收集近期 所有来过养老院人的指纹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庞大 马主任经过几天的不眠不休 终于找到了指纹相似的嫌疑员 可从指纹的形态来看 这个角度根本无法将匕首扎入身体 是提我看吗 刀口很深 如果凶手拿着这把刀 扎入被害人的身体 他应该是使劲地握着这把刀 而且警方调查到 这个嫌疑员是本市一家龙头企业的董事长 名叫楚云 和万大伟的身份差异巨大 马志想不明白两人会有什么交集 但目前这是案件的唯一线索 于是警方将楚云叫到局里问个清楚 原来楚云的公司在上个月 去了养老院进行中秋慰问 期间他进了好几个屋看望老人 其中就进过万大伟的房间 楚云看到这把特殊的匕首时 他还以为这是个不懂 便拿起来仔细端详了一下 现在想来 指纹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至于案发当晚 他一直在剧场听音乐会 不仅是他的助手 就连警局局长也可以为他证实 这下楚云的嫌疑被彻底排除 案件查到这里竟然陷入了僵局 无奈马主任决定亲自去趟案发现场 案发的养老院条件并不是太好 房间里都是水泥地 时间长了都是一些坑坑洼洼 但巧合的是尸体下就有一个坑 看起来是最近才造成的 不过和案件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将近十天的辛苦劳累 让上了年纪的马主任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 但就在他靠在桌子上休息时 上面摆的一张相片吸引了他 相片是万大伟年轻时拍的 而这也勾起马主任年轻时的记忆 他让马之立即调查万大伟生平的全部经历 经过调查 万大伟生长于黑山村 文革结束后投靠到城里的叔叔家 这个叔叔无儿无女 于是万大伟就过季给他当老人 并且万大伟之前叫万彪 这个万彪我认识 二十多年前 马主任是最后一批下乡的干部 去的就是黑山村 当时为他带路的就是万彪 而他所住的那户人家 有个儿媳名叫吴淑芝 因为年龄相仿 吴淑芝也非常热情 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 但慢慢地他发现 吴淑芝经常被家暴 在又一次被醉酒的丈夫殴打后 吴淑芝再也忍受不了 抱着孩子跑出了家门 被温柔的马主任安慰开导后 吴淑芝终于说出了原有 原来在孩子出生前 他的丈夫被村里派去休水了 一来一回要半个多月 这是村里人人都知道的事 那段时间村民也都对他多加照顾 但没想到一天晚上有个男人 竟然趁着夜色爬进了吴淑芝的房间里 明里呼呼间他以为是丈夫回来 等他发现不对时 已经被男人撕去了衣服 尽管拼命反抗 但力量的悬殊实在太大 最后吴淑芝还是被糟蹋了 而这个无耻之徒就是万彪 知晓一切的马主任 鼓励吴淑芝去报警 可他的婆婆虽然知晓此事 但觉得丢脸不愿为吴淑芝作证 还让他把当时的床单衣物全部洗干净 没有人证物证 当时的警方也没法立案调查 那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都骂吴淑芝是个破鞋 就连他的丈夫也和他离了婚 憾恨的吴淑芝直接跑到万彪家 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 还意外地杀死了他的母亲 结果被急忙回家救火的万彪撞了个政策 他把吴淑芝逼到悬崖处 性子刚烈的吴淑芝 就这样跳下悬崖摔死了 听完马主任的讲述 马智认为 万大伟的历史并不清白 以他的人品 很可能在那之后还得罪过什么人 被人追杀到了养老院 不过在确定了万大伟的身份后 马主任也终于回想起了凶器的来源 这个匕首其实是无数值的 并且他还有一个和这个长得一模一样 当年他跳崖时带走了一个 但这一个怎么会落到万大伟手里呢 而马智这边也接到了法医的电话 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显示 万大伟曾在死前喝过酒 酒精和他最近服用的新型神经药物 产生了亢奋作用 也就是说万大伟在死前精神极度亢奋 这能说明什么呀 不说明什么呀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信息 马智认为这只是养老院的失误 和凶杀案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没把这个线索当回视频 并且在当天晚上 马智接到了警员的电话 他们排查养老院周边的监控时 发现了一家银行的监控 将养老院的后门拍得清清楚楚 画面显示案发当晚 有个女人乘坐出租车到了养老院 但因为画质模糊 他们无法看清女人的证明 警方很快根据车牌号 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据她回忆 那个女人是从音乐厅上的车 听到音乐厅这个地方 马智瞬间想起了之前的嫌疑人楚云 案发当晚她也在音乐厅 马智立即拿出她的照片给司机辨认 看来之前的询问楚云说了话 马智立即去向队长申请抓人 但没想到楚云进自己来了警局 审讯室内楚云主动交代 案发当天她确实是去听了音乐会 但在中场休息时 万大伟给她打了电话 因为之前她去养老院慰问时 看到万大伟的匕首 和自己收藏的古董一模一样 便以为这也是件古董就想要买下来 可万大伟却死活都不愿意买 但案发当晚万大伟又突然给她打电话 急着出手这把匕首 所以她利用音乐剧中场休息的时间 赶往了养老院 可当她再次端向那把匕首时 竟发现这是一个假货 当即转身走了 后来她听说万大伟当晚被人杀了 害怕会被牵连其中的她 连忙询问了律师 律师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上次在警方的问询中 她才没说出来 但回家之后 她意识到了这样说谎的严重性 所以才再次出现在了警局 同时她也带来了自己的古董匕首 经过马主任的认真查看 她确认这就是吴舒芝当年 经常戴在身边的那把匕首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楚云手里呢 马主任当即闯入审讯室内 询问楚云匕首的由来 楚云也很坦然地称 她有个分公司是做古董生意的 专门从民间收购各种古董 这把匕首就是公司的藏品之一 在她手里至少得有20年了 至于具体的收购时间和地点 得到公司去查询 听完这话 马主任当即安排警员去查 顺便再查查楚云的身份 可调查到的结果 却证明楚云一切正常 并且她的长相身材和脸型 都与吴舒芝有很大的差别 除了年龄很难将两人联想到一块 局长当即决定将人给放了 可马智却坚持认为楚云就是凶手 坚持要将她积压24小时之后再放人 毕竟整个匕首上面 除了死者的指纹外 就只有她一人的指纹 那凶手的动机 她的行动轨迹是什么 动机很简单哪 买刀不成 杀人取货 货在死者的肚子上 哼 她见到血了 傻了 什么都忘了 行了马智同志 你这就是凭空想象 就在母子俩吵得不可开交之时 有景花送来了万大伟生前做的轮椅 她要从这上面提取痕迹 母子俩当即决定分开调查 24小时之后拿出证据决定褚云的去理 当晚马智彻夜研究 竟真的让她从笔手上 提取到了一个异形的掌纹 经过多次分析后 她找到了局长汇报 褚云当时在养老院拿起笔手查探时 应该会留下非常清晰的 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纹 可目前为止警方只提取到了 模糊残缺的食指指纹 但她昨天在笔手上提取到了一枚掌纹 这说明掌纹的主人是手握着笔手 而就在刚刚 她将发现了掌纹和褚云的做了对比后确定 掌纹的主人就是褚云 马智的一番分析有理有据 可是她忽视了其他的问题 对于褚云行凶时的力道行动轨迹 以及指纹文型她都没有研究明白 甚至连褚云的行凶动机 她都没调查出来 这样贸然地怀疑拘留公民 显然是不合法的 局长当即决定放了褚云 为表歉意局长和马主任一同送褚云离开 可临别前马主任和她握手时 竟察觉出了不对劲 马主任立即来到警局当案室 翻找二十多年前无输之的报案记录 上面有一枚无输之当年按下的手印 将她与褚云的指纹对比后 竟发现两枚指纹完全相符 也就是说褚云就是当年的无输之 那么以无输之和万大伟之间的仇恨来看 她完全有动机杀了万大伟 警方立刻将她带回了警局 但面对警方的轮番审讯 褚云始终否认自己是无输之 而她的律师也很快提交了 褚云从小到大的所有生活轨迹 证据确切清晰明了 检察院也认为仅凭一枚二十多年前的指纹 不足以说明褚云就是无输之 警局无奈放人 马主任连续半个多月日夜查证 到头来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更糟糕的是她的儿子马志 在执行缉毒任务时身中树枪失血过多 陷入了生死一线之际 而马志的血型还是罕见的熊猫血 医院压根没有这种血的裤嘴 医生让她快去抽血 可对于这件事马主任根本做不到 因为她不是马志的亲生母亲 两人的血型压根不匹配 原来马志是当年无输之留下的孩子 可现在没有匹配的血匠 马志只能被送到重症监护室 用机器维持基本生命 但就在此时褚云突然闯进了病房 她脸上慌乱关怀的神情 让一切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有了褚云的血液 马志也成功好转起来 审讯室内褚云交代了一切 对 我就是当年的无输之 当年她悲恨地跳下悬崖 却命大的没有被摔死 反而被收购药材的人 就起送进了医院 救她的人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培养 为她整容换面洗刷过往 而老楚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她原本的女儿失恋后自杀 伤心过度的老楚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就将无输之改造成了褚云 以承托自己的相思之苦 后来老楚寿终正起 她也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公司 至于二十多年前的杀人纵火案 楚云原本是想杀了万大伟后自杀的 可火势凶猛烟雾弥漫 她误把熟睡的万母错认成了万大伟 直到一刀扎下去 她听到了喊声 才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 这一幕还正好被回家救火的万大伟目睹 最终她被万大伟逼至悬崖跳了下去 可万大伟的死真的不是她干的 当时他们公司去往养老院进行中秋慰问时 两人都认出了对方 案发当天万大伟以匕首游儿 约她来到杨老院 你换了脸 可换不了心 你依然是贼心不死 你不也一样 我改不了事实 是你杀害了我这个人 我要去官军告你 谁会去相信你这样风瘫 遭老头子的话呢 无数之确实恨万大伟 可他现在已经是楚云了 看着万大伟现在这副拉他病样的身体 他明白万大伟再也不是他的噩梦 万大伟将一直在这里腐烂发愁 但他还有绚丽的人生 就这样他离开了杨老院 可万大伟不是楚云杀的 那凶手会是谁呢 这时马主任来到了审讯室 他拿来法医之前告诉马智的事件报告 案发当天在酒精与药物的作用下 万大伟精神极度亢奋 在结合马主任之前 在尸体下发现的破损红迹 他推断万大伟是死于意外 在楚云离开后 万大伟愤怒地想要拿起匕首 却因为精神亢奋加上身体的不变 他摔倒在地的同时压住了刀 刀刃翘起扎进了他的胸膛 最终检查院根据种种证据确定 万大伟确实是死于意外 虽然这个案件和楚云没了关系 但他要为二十多年前的杀人纵火暗付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可怜的无数只 因为一个人扎毁了自己的一生 希望他在出狱以后能够活出自我 当下社会遭遇了侵犯的女孩 反而要忍受来自舆论的压力 要被社会的激情耻辱观羞辱 担心骚扰已经普遍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希望女孩们面对这些事 不再沉默大胆表达自己的不满 同样希望没有遭遇此事的女孩 能够支持她们而不是诋毁侮辱她们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她的权利 你不抗争 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 刑警刚下班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而他六岁的女儿也不见了踪影 就在他慌忙寻找时 手机上收到了绑匪发来的视频 刑警顿时被气红了双眼 他立马回到警局召集所有队员 开始着手调查 警员将小区内所有监控调出来后 发现一个提着大号行李箱的快递员 他鬼鬼祟祟的行为十分可疑 岩队十分肯定自己的女儿都懂 就在行李箱里 而和他一起的女人很相似 他们最近调查案件中的受害人马静怡 可他和这个绑架犯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岩队的女儿 并且兜兜为什么哭喊呢 是让爷爷来救他 这其中的疑点实在是太多 警方决定对马静怡的案件重新调查 根据档案记录 半月前有渔民在河边的芦苇地里 发现了一具男尸 警方勘察发现尸体的脖子上 有被犬类撕咬过的痕迹 看起来像是被野兽撕咬致死 但仔细观察过后却发现 死者其实是被人掐死的 死亡时间大概在前一晚的八点到十点之间 由于案发凌晨下过一场大雨 所以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痕迹 不过法医在死者的手中 找到了一个内存卡 警方以为这是死者留下的线索 但没想到打开一看 竟是死者强迫女孩的禽兽视频 并且经过走访调查 这个死者是郑高中的一名物理老师 名叫杨勇今年35岁 而视频里的女孩 正是他所教的学生名叫马静怡 并且法医经过鉴定后 确认杨勇脖子上的咬痕 是凶手在他死后用模型制造的 我推测那张SD卡 是凶手作案之后 故意塞到死者手里 其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被害者的死 和他犯下的罪行有关 警方觉得凶手极有可能 是马静怡的家人或者好友 可他们调查到的信息显示 马静怡的父亲是听到消息后 今天上午才从外地赶回来的 而根据马静怡所在的学校领导们反映 马静怡一直是个有点内向 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平时根本不爱和其他同学说话 谁都没想到他会遭遇这种事 至于马静怡的家长 他们也前去安抚了一番 但马静怡的父亲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他要求学校赔偿他家20万 可一个小镇的中学 全靠教育局拨款才能运行 哪里会有那么多钱 甚至他还指责马静怡 被强迫竟然不知道报警 如果他早点将这事说出来的话 说不定还能趁杨勇没死再额他20万 而杨勇在学校工作很认真人员也很好 平时也都是表现的不愿意接触女孩 还因此单身至今 谁也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人 警方在学校走访一圈下来没有任何发现 但此时的颜队 竟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仔细查看过后他连忙去找局长 这封信上详细讲述了 发现杨勇的案发现场在30年前 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当年一个名叫娟儿的八岁小姑娘 同样死在了那片芦苇地 脖子上也有犬类撕咬的痕迹 不过当时娟儿的父母 还没等警方赶去调查 就将他的尸体火化了 信里还提及有个姓冯的老太太 了解当年案件的真相 她就住在离那片芦苇地不远的小庄村 尽管这个案子已经过去了30年 但不愿放过一丝痕迹的严队 还是决定派警员前去了解情况 可冯老太太却表示自己年纪大了 完全不记得有这件事 无奈警察只能无功而返 但没想到第二天 就又有人在芦苇地里发现了尸体 这次的死者竟然就是冯老太太 警方立马赶到现场调查 不幸的是昨晚同样下了一场大雨 所有痕迹被冲刷干净 法医经过初步尸检发现 冯老太太的死因和杨勇一模一样 说明凶手是同一个人 回到警局后报警中心的同事 给他们发来了一段录音 是冯老太太昨晚打来的报警电话 她表示自己知道芦苇地的凶手是谁 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 就一阵乌液地挂断了电话 凶手极有可能就是那事杀害的她 加上30年前的案件 已经有三起案件 都是在小庄村旁的芦苇地发生的 且每名死者的搏梗上都有咬痕 严队确定这是一起连环谋杀案 凶手先制造了杨勇案 然后又通过匿名信 帮我们给你到了30年前 然后又杀掉了匿名信中30年前案件的知情者 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当前的案件和30年前的案件联系起来 可凶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说30年前的案件另有隐情吗 警方决定从冯小兰的案件入手 挖掘出30年前的案件真相 他们找到了当年警局里的刑警陈老 而陈老也十分清晰地记得这个案子 他称当年他们赶到时 娟儿的妈妈已被咬死的女孩不吉利为由 早已将她的尸体火化了 可当时的人们都讲究入土为安 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并且娟儿还是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 平时他家里都将他贪得很紧 根本不让他单独出院子门 可娟儿出事的芦苇弟离他家里 足足有两公里的距离 并且去往那里的路途很是陡峭 一般人都很难下去 更不要说一个智力不好的小女孩了 并且当年陈老见娟儿的继父时 他头上缠着绷带 虽然他自称是夫妻打架时伤到的 可当时给他包扎的村医却说 那是被棍子打出来的伤口 夫妻打架怎么可能会下死手 可当陈老想深究时 夫妻俩早已搬离了村庄 当时整个刑警队只有一辆摩托车 根本没办法找到两人搬去了哪里 再加上没有任何证据 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陈老记得娟儿还有个哥哥名叫大伟 但案发当时他在上海读书 回警局的路上和局认为当时那个年代 签户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这对夫妻应该搬得不会太远 他让严对向市里申请查找全市的户籍档案 将30年前所有小庄村搬签出去的档案 全部筛查一遍 警方很快查到了一对老夫妻 男的名叫冯月伦68岁 女的名叫杨永碧65岁 他们是市里的十大感动人物之一 30年的时间里他们省吃俭用的 资助了上百名的贫困学生 为了确定他们是否是警方要找的人 警员小蒋假装是户籍民警 来到了他们家了解情况 确实和警方调查的一样 他们是30年前搬出来的 并且在小蒋提起当年的案子时 两人瞬间神情古怪起来 小蒋觉得两人八成就是娟儿的父母 就在他回到警局向盐队报告此事时 去调查冯老太太的警员回来报告 经他儿子梁建安的辨认 冯月伦两人是他的舅舅舅妈 他们属于是二婚 虽然冯月伦无儿无女 但杨永碧和前夫有一对儿女 而娟儿就是他的女儿 至于他的儿子大伟自从去了上海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了 严队将调查到的一切汇报给何局 并向他坦白 其实自己也是冯月伦资助的学生之一 并且因为当时无父无母又年纪上小 已经算是冯月伦夫妇的养子了 局长听后直接让严队去打探夫妻俩的口风 一顿犯下来 两人虽然还是没有说出当年事情的真相 但从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有事瞒着 严队将事情报告给何局后 晚上回家却发现自己的女儿兜兜被绑架了 从绑匪让兜兜呼喊的称呼来看 他应该是想引出冯月伦 严队连忙赶去找他 却只见到杨永碧失魂落魄地坐在家里 这次他很配合地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三十年前他正在家做饭时 自己的儿子大伟满身伤痕地跑了回来 称娟儿在等他 之后大伟将他带到了芦苇地 但没想到此时的娟儿已经倒在了地里没了呼吸 而他之所以会这样 全都是因为大伟想带着娟儿去县城 从此逃离他们的继父 但没想到跑到山上时 娟儿不小心踩空掉落这里摔死了过去 尽管他失去了女儿无比的伤心难过 可为了儿子的前程 为了让他不受到牵连 他直接将大伟送去了上海读书 他狠心咬伤了娟儿的脖梗 伪装成野狗撕咬的痕迹 之后回家等村民发现尸体 假装娟儿的死都是野狗干的 至于大伟一直怀疑冯月伦所做的肮脏事 原本他是一点也不相信的 直到昨天下午他去调咽冯老太太时 他的儿子梁建安讲出了真相 当年在家里睡午觉的梁建安 亲耳听到母亲劝导冯月伦不要再对娟儿下手 杨永毕没想到 和自己同床共枕这么多年的丈夫 竟然是这种禽兽 从杨永毕提供的信息中 警方怀疑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娟儿的哥哥大伟 绑走兜兜的绑匪也是他 他为了揭露冯月伦当年猥亵事件的真相 让冯月伦能够认罪服法 戒连杀死了两人 可警方将权势翻了个底朝天 都没找到这个叫大伟的人 于是严队再次找到冯月伦 冯月伦瞬间就想清楚了大伟的目的 可他还是在犹豫 害怕自己承认罪行之后所要承担的后果 可想到自己早已视为己出的孙女 他还是配合警方 在媒体面前承认了当年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而严队也很快接到了自己家里的电话 是兜兜打来的 他已经安全到家了 而和大伟一起的马静怡 也向警方交代了自己和大伟认识的过程 杨永猥亵他的事情刚被爆出来时 因为忍受不了父亲的指责和谩骂 他选择了跳河 但是被大伟救了出来并加以安慰 后来嫁到县里的表姐接他来散心时 正好撞见了绑架兜兜的大伟 他没想到行李箱里还有小孩 之后马静怡还向严队提供了大伟的藏身住所 在这里警方找到了大伟作案的全部工具 但却不见他本人的踪影 严队认为 他一定会去找自己的母亲杨永碧 于是经过三天的蹲守后 他们终于等到了大伟 警方在门外等他们母子二人续完救后 终于将这个连环杀手抓捕归案 大伟在童年亲眼目睹妹妹遭受伤害 当他想带妹妹逃离时 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自己眼前 这种痛苦折磨了他整整三十年 所以他选择将妹妹的遭遇 全部揭露出来 可他选择的方式太极端了 如果他能找到他的母亲好好沟通 那应该就是不一样的结局了吧 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这天警方接到一位重地老伯的报案 他在自家菜地旁的臭水沟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警方很快赶到案发现场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测发现 死者被胶带封住了口鼻 被利器捅穿心脏而亡 并且在死者的脖子上也有一处伤痕 从两处伤口来看 凶器并不是同一把 他有些不明白凶手与死者之间有什么矛盾 要用两种刀来杀一个人 并且法医发现死者的口红 以及指甲很是鲜艳 但以为是死者爱美就没太主意 同时他还注意到 隔壁大队的队长自从到现场以后 就一直在打喷嚏 他怀疑尸体上有什么使二队过敏 果然回到警局经过过敏源测试后 发现二队是对死者身上的香水过敏 此时局长也带来了消息 隔壁辖区移交了一具女尸 同样是被交代封住嘴巴割喉 而且也有着鲜艳的红唇女美甲 如此相向的作案手法 局长认为极有可能是同一凶手所为 法医良因对两具尸体进行深度检测后发现 隔壁辖区移交来的女士身上 只有脖子上的一道致命伤 并且在这名死者身上 同样有着浓郁的香水味 从死亡时间来看 今早发现的尸体死亡时间更早一些 也就是说凶手在极短的时间内 连续杀死了两名红唇美女 而第一具尸体之所以会有两道不同的伤 可能是因为凶手不太熟练所致 尸体上有没有性情问题 两具尸体都没有 曾日华调出了两名死者的全部信息 第一名死者名叫七七 26岁 和男朋友靠网络直播生存 第二名死者名叫曾宇 27岁 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 两名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交集 引荐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串43码的脚印 应该是凶手抛尸时留下的 另外有警员在案发现场附近 发现了一辆货车的轮胎印 并且隔壁辖区移交的资料里也有这个细节 所以队长罗飞推测 凶手极有可能是对于红唇红甲 以及浓烈香水有着病态追求或者增恨心理 从而产生的针对性无差别杀人案 尸体上没有性情痕迹 极有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身体有障碍 只能通过鲜艳的颜色以及浓烈的味道来发现 之后为了掩人耳目才把死者拉到郊区抛尸 如此变态的心理让熊渊忍不住怒吼 发誓决第三尺也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看到熊渊如此激动 罗飞当即决定带情绪更稳定的路飘飘出门调查 他们来到琪琪的出租屋内发现 房间里到处都是狗绳却空无一人 根据调查琪琪有一个同居一年多的男友 可现在警方却找不到他的人 并且两名死者家是在同一片社区 琪琪的男友极有可能也认识曾女 罗飞当即给曾日华发消息 让他尽快找到琪琪的男友 两人则是来到了这片社区中最大的超市 就在路飘飘向店员打听两名死者时 罗飞注意到冰柜前有个快递小哥鬼鬼祟祟的 走近一看竟发现他竟然在偷窥里面的店员 被发现以后他拔腿就跑 却被路飘飘一个飞毛腿制服 还在他身上发现了好几个小刀 以及死者家的快递单 将其带到审讯室后 快递小哥坦白自己确实是在偷看超市的店员 不过他是因为喜欢才偷看的 因为他一和女生说话就紧张 所以一直不敢和店员表白 只敢偷偷地看着店员 至于那两名死者他完全不认识 只是近期给他们送过快递吧 他身上的刀则是因为他仰慕李循环已久 从小到大就痴迷于收集小刀 在家也是罪了 与此同时的另一间审讯室 琪琪的男友曹勇正在接受审问 警方联系不到他是因为他去了国外出差 当听到女友被杀后 曹勇哭得泣不成声 他承认家里的狗绳都是情侣间的小情局 可承受的一方是他 根本不可能会有失手威死女友的可能 至于什么曾宇他完全不认的 经过走访调查 曹勇和曾宇之间确实没有来往 一天过去案件竟然毫无进展 于是晚上下班后 罗飞再次来到小卖部 他拿着两名死者的照片询问被偷看的店员 有没有见过两人 仔细观察后 女孩称对两人完全没有印象 接着店员询问起快递小伙的情况 得知警局已经放人后 他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对于快递小伙也有些好感 就在罗飞以为案件要僵持一段时间时 竟然又出现了第三名死者 同样的是红唇红甲浓香水的美女 被交代封住口鼻一刀割喉 不过这次不同的是 梁英在死者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一些杀力 并且还有一根白色头发 初步推断这名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凌晨的两点到三点之间 由于这里是即将动工的拆迁区 人员流动性很大 并且附近的监控早已被拆除 所以没办法通过走访和查监控来调查 回到警局后 梁英通过深度试检发现 这名死者脖子上的伤口 明显要比前两名死者深十几毫米 另外死者指甲缝里的杀力来自生猴 曾日华这边也调查出这名死者的身份信息 死者名叫施文文35岁 从业于师族服务行业 老公和孩子都在老家 他的生活轨迹也很简单 不是客人就是姐妹 但仅仅是他的客人排查起来就相当困难 一旁的路飘飘突然响起 在前两名死者的附近有轮胎印 但是这名死者附近并没有 巧合的是在案发现场周围 有好几个海鲜市场 想到死者指甲缝里来自生猴的沙里 推测凶手极有可能是个卖生猴的商户 曾日华立即调出附近的海鲜市场 以及停车场的监控查找可疑的货车 并且引荐响起在案发现场的小巷口 有一块油漆没干 警车的轮胎还蹭上了一点 那凶手的货车极有可能也蹭上了 根据这个线索 曾日华很快锁定了 一个名叫英志强的商贩 他在八年前因为强奸罪入狱 直到年前才出狱 警方立马带人赶到英志强的店铺 却发现大门紧锁 询问旁边的商户得知 英志强已经两天没来开门了 听他指认这辆货车确实是英志强的 并且他还告诉了两人英志强的住处 他们来到这里后发现房门没有上锁 进门后看到英志强在吃生蚝 仿佛知道两人要来一样非常淡定 将他带回警局后 经过DNA检测死者身上的那根白发 与英志强的完全一致 并且警方查到了他和施文文的通话记录 证据确凿英志强也不再挣扎 直接承认就是他杀的三名死者 尽管凶手已经认罪 但对于杀人动机他交代的模糊不清 已经体验过牢狱之灾的人 不可能因为这种理由杀人认罪 他一定还隐瞒着什么 果不其然警方再次接到报案 在一处公寓里散发着浓重的湿臭味 并且这个公寓也在前两名死者的社区里 等警方赶到打开门一看 又一名红唇女性被割喉而死 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来看 死者至少死亡三个月了 看来他才是凶手杀的第一个人 引荐调查到死者名叫江飞燕 是一名自由编剧 据他父母所述因为要有创作灵感 所以他长期封闭在出租屋 经常联系不到他也是常有的事 这样看来上次的审讯英志强是在说谎 但想到英志强死鸭子嘴硬的样子 罗飞决定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他将鹿飘飘的照片混在四名死者当中后 告诉英志强他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尽管知道自己露线了 但英志强还是坚称自己就是杀害四名受害者的凶手 无奈警方只能从其他方面调查 引荐仔细搜查了英志强的货车 在一个眼镜盒的家层里 他发现了一些照片的碎片 将他带回警局后几人拼凑了一整晚 终于在第二天他们发现 这是一张英志强和他的亲女 在十几年前的一张合照 经过曾日华的调查发现 英志强和他的妻子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他的前妻出国后就再也没回来 而关于他的女儿 曾日华只查到他名叫英果二十四岁 上过绩效但辍学了此后就在无纪录 根据四名死者身上的伤痕深浅 罗飞猜测第三名死者施文文 确实是英志强所杀 另外三个在同一片区域的死者 虽然与施文文的死法特征相符 但并不是英志强下的手 他极有可能还有同谋 那么到底什么人或者什么事 可以让他这么拼了命地保存真相吗 难道是女人 为了找到英志强的女儿 梁英两人找到了英果上绩效时的老师 据老师所述 因为他父亲入狱的关系 英果在学校里极度内向不爱说话 每天戴着耳机不搭理人 并且在他的左手上有很多伤疤 看着像是自残留下的 之前他为了赚取生活费 在学校的食堂勤工俭学 可也因此引起了学校里几个小太妹的注意 他们知道英果父亲的事后 开始侮辱霸凌他 而英果在反抗他们时不小心咬掉了其中一个女生的耳朵 而那个女生的家长有权有势 且对学校不依不饶 无奈他们只能劝退了英果 我没听错吧 您作为老师再现场您都没阻止 再说了 明显是那几个学生的错呀 看着老师不负责任的态度 梁英的气不打一出来 不过此时老师拿出了英果的照片 抵消了梁英的怒火 尽管照片中英果的脸没有被照取 但仍然可以看出 这就是之前快递小哥暗恋的 那个一直戴着耳机的电源 罗飞再次来到超市 在休息间里他找到了一直在等他的英明 我不需要他给我做任何事情 人是我杀的 和他没有关系 英果之所以杀人 全都是因为他小时候噩梦般的经历 当年英志强离婚后 他就一直逼迫英果穿着母亲留下的衣服 涂上红色指甲有口红以及香水 以此来回忆他的母亲 后来父亲越来越过分 一直到他入狱英果才摆脱这种生活 可没想到英志强出狱后再次找到了他 他的出现让英果再次想到之前的噩梦 艳丽的裙子 鲜红的指甲 浓郁的香水 让英果成了惊弓之鸟 他为了摆脱这些噩梦就只能杀了他们 让他们永远消失在自己眼前 英志强在得知女儿已经认罪后 也交代了他所犯下的罪行 当他第一次看到女儿杀人后 便为他收拾了残局 齐齐心脏上的致命伤就是他捅的 自此之后英果每一次杀人 都是英志强帮他善后的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英果 可他不知道英果之所以会杀人 全都是他带来的恐惧造成的 如果没有你当时做的那些事情 就不会有你女儿今天做的这些事情 你想收拾残局 可惜你根本就控制不了 不要造下去了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如果英果能在逃离父亲后 把冰冷的内心世界打开一些 那他再次见到英志强 是应该就不会 陷入黑暗噩梦当中了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 或者释放或者释怀 选择不一样 那么道路也就不一样 幼儿园老师对三岁小朋友 拳打脚踢 男孩被吓得嚎啕大哭 可幼师却置若罔闻 对着男孩又掐又宁 幼师本以为自己只是小小的 惩罚了一下不听话的孩子 不会有人知道 但自作孽不可活 孩子爷爷听说此事后 怒气冲冲地找到幼师 质问他为何要打自己的孙子 可幼师还是一副 嚣张跋扈的样子 完全不将爷爷放在眼里 想到前阵子 在孙子身上发现了淤青 他再也抑制不住 将幼师按在地上 狠狠地抱揍了一顿 打得他满脸淤青 可能觉得这样 还不能解他心头之恨 最后爷爷死死地 掐住了他的脖子 似乎想将他活活掐死 但随着幼师的呼吸越来越弱 爷爷的理智也慢慢回容 他松开双手起身离开 但没想到第二天 警方却接到报案 幼儿园老师离妻 死在了储藏室中 法医尸检后发现 死者是被丝袜一类的东西 从背后勒住脖子 导致的窒息性死亡 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11点左右 死者身上的多处瘀伤证明 他生前遭受过严重殴打 这时警员也调查到了 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赵小元25岁单身 是外来人口在本市没有任何亲属 报案人是赵小元的同事欣欣 他称自己是去储藏室拿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赵小元 而他最后一次见到赵小元 是昨天晚上的7点左右 因为赵小元每周四都要去照顾病人 所以两人当时只是交接了一下课程进度 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谈 也没发现他当时有什么异常 不过欣欣向警方讲述了一件事 有次他去旅馆看外地来的同学时 竟在那里看到了赵小元 刘队从幼儿园的园长大伟那了解到 赵小元这几年 一直是全市幼儿园的优秀幼师 是他们幼儿园的一块活招牌 很难想象啊 像他这么人见人爱的女孩 怎么会跟人有过去 也从来没听说过 他跟别人发生过什么冲突 刘队希望大伟能提供赵小元班级内 所有小朋友以及他们家长的信息 但却被大伟毫不犹豫地给拒绝了 理由是他们幼儿园的家长 在市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任务 每个家长都和幼儿园签订了保密协议 所以幼儿园坚决不能向外透露任何信息 而发现死者的储藏室只有一把钥匙 平时都是清洁工徐卫平保管的 但今天他正好没来上班 也没和园长请假 而且手机也一直打不通 但欣欣确称徐卫平之前很准时 每天都是最早到幼儿园的 不是那种无故矿工的人 而且徐卫平不怎么和他们交谈 也从没和赵小元接触过 自然也不会产生矛盾 不过星星突然想起 徐卫平好像很喜欢 他们搬一个名叫徐子杰的小朋友 经常会单独把他叫到一边 给他塞零食 询问完幼儿园的所有相关人员后 刘队回到警局 法医正好做完深度试检 他在死者的衣物上 发现了拖拽痕迹 以及一些纤维残留 经检测这些纤维来自教室内的地毯 但是每间教室内的地毯 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哪间 不过由此可以确定 储藏间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此时警员翠花也调查到 徐卫平登记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 骂他伪造身份 就是为了要去谋杀死赵小元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何必 要跑到人多眼杂的幼儿园去谋杀呢 直接跟踪赵小元到无人处单杀他 岂不是更方便吗 这时一旁的四眼突然想起 徐卫平对徐子杰很是关心 并且两人都姓徐 那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总之这个徐卫平的嫌疑很大 翠花拿着徐卫平的照片 在人口信息网上查了一个通宵 终于找到了他的真实信息 他本名叫徐中国55岁 年轻时是个侦察兵上过真正的战场 后来因商退伍转业到地方单位工作 最后登记的住址是幸福小区 但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之后他的档案上就没有任何的记录了 无奈警方只好先去幸福小区走访碰碰运气 果然徐中国早几年就把房子卖了 周围的邻居也早就忘了他 倒是有个居委会的书记还记得他 他称徐中国人是很好 但他性格太直脾气又急 退伍回来之后因为战后创伤 就更加暴躁了 恰好他退伍时他的宝贝儿子处在叛逆期 两父子经常一言不合就打起来 为此他的老婆也和他离了婚 带着儿子离开了 离婚后的徐中国不仅没反思自己 反而变成了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炸 渐渐的也就没人愿意搭理他 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讨人喜欢 于是自己一个人悄悄搬走了 后来听说他儿子结婚生子后 他搬去了他儿子家住了 徐中国似乎很喜欢他的孙子 完全没了以前火药桶的样子 那您知道他的孙子叫什么名字吗 好像叫徐子杰 这不正是他在幼儿园里 异常关心的那名小朋友吗 二队带着四眼再次来到幼儿园 从园长大为口中 警方得知这个徐子杰 就是死者赵小元班上的学生 而大伟在得知徐中国的身份后 也不敢再扯什么保密协议的事情了 立马拿出徐子杰的全部档案 回到警局后 警员们对着档案头疼不已 如果徐中国真的是凶手的话 他为何要杀死自己孙子的老师呢 要知道赵小元可是多年的优秀幼师 多少家长巴结他都来不及呢 徐中国却对他痛下杀手 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为了能够多了解徐中国的情况 警方找到了他的儿子徐伟航 可他似乎对自己的父亲很不耐烦 徐伟航称两人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 最近一次是在半年前 那时一个退伍老兵协会的主任找到他 告诉他父亲之所以脾气暴躁 是因为战后的心理创伤还没恢复 在主任的牵引下 他带着七儿和徐中国见了面 刚开始他们相处得的确很愉快 儿子也对爷爷很是喜爱 所以渐渐的徐子杰开始每个周末都住在爷爷家 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去接儿子时 竟看到他在嚎啕大哭 回到家妻子给他洗澡时 竟看到他身上全是被打的瘀青 问他是怎么回事 徐子杰也不说指一个劲的哭 徐伟航认为这肯定是徐中国干的 于是找到他大吵一顿后 父子间又陷入了冰封关系 了解完情况后 警员向徐伟航要了徐中国的地址 来到了他居住的地方 但一番勘察后 警方发现他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除了酒瓶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二队觉得徐中国一定会回到案发现场 于是和四眼在幼儿园蹲守 果然到了凌晨他们看到了徐中国 二队偷偷跟上 竟发现他好像在教室内找什么东西 但还没来得及看清 二队就被当过侦察兵的徐中国发现了 他赶忙从后门逃跑 等二队追上去时 徐中国早已没了踪影 次日警察在那间教室里 发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查看里面的内容 竟发现这是赵小元遇害的全过程 案发当晚徐中国找到赵小元 没说几句话后就开始疯狂殴打他 之后还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 直至赵小元没了呼吸 徐中国才起身离开 但没过几秒赵小元竟活了过来 还爬到窗户边喝了水 突然他身后出现一人拿着丝袜类的布条 将他给生生勒死了 由于拿丝袜的人站在黑影中 所以根本看不清他的长相 二队认为是徐中国发现他没死后 又折返回来将他给勒死的 可一旁的翠花却认为 徐中国殴打赵小元的举动是一时冲动 但他在离开教室时 明显已经冷静下来了 刘队也更倾向于翠花所说的 徐中国进幼儿园是为了见他的孙子 可他要是杀了赵小元被抓进监狱 以后还怎么见他的宝贝孙子 而且他和赵小元无冤无仇 他为何要冒着风险去杀赵小元呢 就在警察百思不得其解释时 徐中国进往警局寄来一份快递 里面是关于德昭公司 投资大伟的幼儿园开设分校的报道 根据这份资料四眼推测 大伟和德昭公司的老总董德昭 他们之间有利益关系 而赵小元也在这场利益中分到了一杯羹 但两人为了独吞全部收益 将赵小元残忍杀害并嫁祸给了徐中国 可究竟是谁下的手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这时翠花调查道 赵小元每周四说是去护理病人 其实是去酒店和男人开房了 而这个人就是董德昭 警方立即将他叫来警局 将他与赵小元的开房记录都拿出来后 他承认自己确实包养了赵小元 给大伟的幼儿园投资分校 也是为了让赵小元去当园长 但赵小元绝不是他杀害的 他喜欢赵小元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杀了他呢 都有谁知道你和赵小元的关系 只有我的司机知道 我不清楚赵小元有没有告诉他 从董德昭准备给赵小元投资幼儿园后 大伟就经常来找他谈合作 虽然现在赵小元已经死了 但大伟还是经常来找他 并且还会带上几个榜大妖元的社会人 考虑到这确实是个盈利项目 也不想惹上什么麻烦 他便继续了之前的项目 提前举办了电击仪式 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地抓住凶手 看来这个董德昭确实不是凶手 倒是一直对投资分校十分上心的大伟 嫌疑更大了 可警方还没来得及开始调查 晚上徐中国就再次给警局寄来邮件 里面是一段监控视频 画面中赵小元对徐子杰又掐又打 完全看不出来是个优秀又诗的样子 看得在场的警员气愤不已 看来徐中国伪装身份 去幼儿园当清洁工 就是为了调查孙子身上的淤青 到底是怎么来的 而他殴打赵小元 也是因为他调查出了真相 可这些都只是推测罢了 警方还没能查到任何有利的证据 能证明到底是徐中国护孙心切杀的人 还是大伟为了利益杀的人 就在这时警方突然接到报案 有人在郊外的一处小码头上 看到大伟带着一帮小弟在和徐中国斗殴 二队带着四眼先行赶到 发现大伟和他的小弟想用绳子勒死徐中国 面对二队的劝阻 大伟不为所动 眼看着徐中国就要被勒死了 二队果断连开两枪 将大伟的胳膊打伤成功救下徐中国 原来大伟只不过是借着开设分校的名义 专门来骗取投资款了 他得知董德昭有意投资幼儿园后 便满口答应赵小元要当园长的要求 但后来赵小元不知从哪知道了大伟的真面目 便以此威胁大伟将投资款分泰一半 否则就去告发他 不想自己利益受到威胁的大伟 表面上满口答应 但私下却找到徐中国 将赵小元虐待他孙子的视频放给他看 和他预想的一样 徐中国在看完视频后 怒不可遏地冲去殴打赵小元 但大伟没想到赵小元竟没被掐死 只好自己捕刀 拿自己的丝袜勒死了赵小元 事后他还谨慎地将丝袜给烧得不留一点灰 他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能成功嫁祸给徐中国 但他低估了一个当过侦察兵 且爱子心切的男人 他通过自己的调查 成功引导警方抓住了真正的凶手 事后徐伟航得知徐中国所做的一切后 彻底放下了心中对父亲的惩戒 相信爷孙俩很快就能再次玩耍了 再次提醒各位家长 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 如何应对暴力惩罚的老师 平平回到家翻来覆去 平凡地抬头看床头的闹钟 很快到了约定的时间 由于官二代视频的威胁 平平不得已还是来到了仓库 看着官二代满脸的猥琐走来 平平内心更加惶恐 就在此时 屋里的灯突然亮起 原来平平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母亲警告官二代不准伤害他女儿 哪知官二代如此丧心病狂 竟把肮脏的手伸向母亲 母亲愤怒地和官二代撕扯在一起 平平也拿起身边的锄头 本来只想把手机打下来 没想到官二代的手砸向了母亲 同一时间一锄头砸向官二代的头上 二代倒地 车钥匙和手机也掉在地上 平平封了一样砸向手机 母亲慌忙抱住平平 两人意识到杀人了 母亲惶恐地说不能报警会坐牢的 母亲拖着官二代的尸体往外走 再后邻里埋下尸体 不料被四岁的女儿看到 此时在外地出差的父亲维杰 一直在往家里打电话 意识到不对 立马驱车往家里赶 看到母女俩全缩在一起 维杰感觉到出了大事 随后母亲把一切都告诉了维杰 母亲到报警吧 维杰说受害者是我们 死的还是警察局局长的儿子 报警我们一点活路都没有 维杰在抽着烟 脑海里浮现出一千步悬疑电影细节 为了平平为了家人 他决定用一个完美的计划 来帮助女儿洗脱罪名 于是维杰开着官二代的车来到沙场 将官二代的手机扔到沙车上 随后躲避了探头 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湖边 将车推进湖中 而此时官二代父母 还只是认为儿子离家出走 维杰做完这一切回到家 告诉家人我们都不认识官二代 只有平平在夏令营见过他一面 现在我们要制造一起 不在场的证明 维杰带着一家人到罗桶看全赛 在车上遇到熟人故意与其交谈 吃蛋糕看电影留下在场证据 看全赛时故意打翻爆米花 回来后他告诉妻子 买的所有东西都要留下票据 从一月份开始越详细越好 此时警察局局长终于意识到 儿子可能出事了 下令寻找混蛋儿子 这时维杰接到一个工程 维杰看着深坑愣出了神 而这边刚出门的甲方被人踹了一紧 回头一看是一直跟自己 不对付的黑警桑坤 想起那天桑坤看到 自己开着官二代的车 就一脚踹翻了桑坤 桑坤平常威风惯了 哪能气得过 立马拔枪 这么多人你敢踹我吗 上司立马喝道 怎么你要打死他吗 桑坤犹豫了一瞬 开枪打死了旁边的替罪羊 同时局长找到了狐狸官二代的车 不过幸好车里没有人 就有可能儿子还活着 全体警员开会 调查官二代诉查的下落 桑坤一看出照片中的车 是那天为截开的 找到上司汇报 上司认为他是想公报私仇 马警示他此次不一样 此次是局长的儿子失踪 乱说他也要跟着倒霉的 他们来到面摊 面摊老板说自己只看到车 没看到人 看来平常桑坤没少吃霸王餐 这时维杰开始对家人特殊训练 平常非常温和的维杰 今天变得异常很利 大女儿还能接受 可是小女儿毕竟才四岁 看着小女儿委屈的脸庞 维杰也不忍心起来 给小女儿讲起道理来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你是小朋友没人会怪你 但是警察会比较凶 他们可能还会打罢了 这时警察察出关 二代失踪前一个星期 和平平一起参加过夏令营 警察来到学校找到平平 面对桑坤的严厉问话 见过素查吗 平平想起爸爸教过的话 坦然自若地应对警察的盘问 不甘心的桑坤又带着上司 来到维杰家 母亲看到警察瞬间慌了 幸好维杰及时赶了回来 不过母亲可没有女儿那般心智 一下就漏了线 维杰集中生智 巧妙地化解了其中的威胁 并拿出账目供两位检查 证明一家人那段时间并不在家 回去的路上 桑坤劝谏上司 给局长打报告 万一真的是维杰的话 我们真的会有麻烦的 晚上小女儿安安在划着桌子 维杰告诉家人们 警察还会再来的 第二天桑坤故意在店里说着案情 说他们在湖底 发现了官二代的车 车里有不属于官二代的毛发 维杰听到后心中一紧 猛地抬头发现了局长拉育 一个是看过一千部电影的李维杰 一个是分析过一千个案件的拉育 前者是个普通平民 后者是警察局局长 这两个人碰撞到一起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维杰刚出店门就被带到警局 同时搜查了维杰家 全家都被带进警局 审问了一系列问题 一家四口应答如流 就像家里练习的一样 就连四岁的小女儿也没有掉链子 这时警局外面也聚集了很多人 很快查不出什么就被放了出来 母亲以为这一关终于过了 可维杰却说到才刚刚开始 原来放他们回去只是缓兵之计 想起维杰的眼神 局长肯定他们在当地没有出去 如果是在编故事 那就把故事的人物都找出来 很快警局里出现所有二号三号 和维杰接触的人 或许真的是维杰的计划高超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作证 二号三号都在裸桶 就连监控录像里 都出现维杰的身影 丈夫都捧打来电话 局长阴阳怪气道 你还在意你儿子吗 或他也只是我儿子而已 听说你没有证据情况下抓了一家人 还有两个小孩 还好你把他们放走了 最近一段时间要竞选市场 不然影响我的仕途 局长重新捋清思路 开始分析李维杰 维杰喜欢看电影 那就从电影中找线索 巴拉巴拉 下属讲述着蒙太奇 局长眼睛一亮 人最相信的就是亲眼见到的东西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作证 他确实带家人去了骆驼 他们没有撒谎 监控里只有李维杰一个人 他利用了二号三号发生的事情 为后来的蒙太奇做了素材 为了给人留下印象 他制造了给服务员争吵 打翻爆米花 去取钱的时间长一些 这些人无意中做了伪证 这就叫蒙太奇 就是这个 局长推出来也无济于事了 幸好此刻儿子的朋友回来了 局长问到夏令营到底发生了什么 儿子朋友吱吱呜呜拿出手机 局长看到手机里 儿子轻犯平平的视频 落幕地说道 这段视频不能传出去 局长回到办公室崩溃的好一回 愤怒油然而生 甲方看到乙方又被抓了 想起她的话 如果他们一家再被抓 就打这个电话 电话是兜蓬竞争对手的 警局里局长拿出视频威胁平平 母亲愤怒地站出来 你就是混蛋 两个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母亲 同时发出恐怖的信号怒目相对 局长下令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要真想 安安哭成内人 祈求别打爸爸妈妈 局长把他带进屋里恐吓他 只要说出那天晚上看到了什么 爸爸妈妈就没事了 局长像个魔鬼一样逼问安安 最终安安还是说了出来 局长带着众人来到墓地旁 一声令下开挖 此时邻居也赶了上来 原来这里的墓地埋着邻居的家人 平常和维杰要好的朋友 也向媒体诉说着 维杰一家都是好人 这肯定被打了 就连孩子都不放过 甲方老板也在此时说了 肯定是桑坤那个黑警无险 维杰为了他得罪了桑坤 这是趁机暴露 警察不顾众人的愤怒 继续挖着 突然发现一处有问题的风 警察缓缓从里面把麻袋抬出 众人心瞬间提到嗓子眼 只有维杰若无其事地低着头 可打开后警察傻眼 从里面竟然抬出一只死眼 母亲惊讶地看着维杰 自己明明亲手把尸体放进棺材 怎么变成了一只眼 众人反应过来 尸体不是素查 随之引发了众人 众人冲进墓地和警察撕打起 警察也知道现在失去了攻击 枪声一响 维杰意识到自己的连军道 推翻警车暴乱开始 维杰站在那里看着棺材 只有他清楚发生的一切 紧接着事态更加严重 还往拉运家里扔啤酒店 局长拉运因此被停职 丈夫都彭宣布退出市长候选 事后妻子问起维杰 为什么不告诉他 维杰深思后 自己是一个没有本事的男人 没有好的条件让家里过得更好 他只有这条命 只能豁出命挡在你们前面 妻子被丈夫的一番话 感动哭了 自己这辈子有这样一个男人 足够了 虽然他没钱没事 但他有爱自己爱家人的心 为了家人他可以活出去一切 维杰来到寺庙烧香拜祖 一转头好似看到那只剃罪眼 走着走着遇到了拉运夫妇 拉运夫妇日渐憔悴 官二代的父亲也开始 忏悔自己没有管教好的 名利地位都没有失去儿子痛苦 拉运夫妇祈求维杰 哪怕不说话 一个动作语言也可以 此时钟声响起 维杰看向塔尖 好像神明在告诉他 五海无边回头是岸 维杰下定了决心 看向他们夫妇 告诉他们在官二代 伤害他家人的时候 他没有机会阻止 但是他必须阻止 因为官二代 家人再次受到伤害 自己一直对所有人表示歉意 最终维杰还是去自首 他告诉大众 官二代伤害他家人 本想阻止却误杀了他 他揽下了所有的罪 就像他告诉妻子 自己只能挡在他们前面 他对不起所有人 利用了他们的善良 维杰被带走了 妻子和女儿在后面 疯狂地追着 他恨自己没有本事 让家人们过好生活 他要给后辈们做个好版 可能中年人更能感同身受吧 也许这辈子没有成功 过得一生都很平凡 但是为了家人 他愿意拼尽所有 大妈吃完粽子准备到院子里乘凉 谁料却听到一声巨响 还以为是哪个没素质的邻居 往楼下扔垃圾 可没想到大妈走近一看 地上竟是一个身穿亮片短裙的女人 已经一动不动了 很快警方接到报案赶了过来 警员初步查看后 发现女人竟还有呼吸 便赶紧将她抱上警车冲去医院 之后经过一晚上的抢救 女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可什么时候能够苏醒还无法确定 为了尽快弄清楚女人是怎么坠楼的 次日一早 警方就将案发附近楼上的所有邻居 都传讯到了警局 首先询问的 是发现坠楼女人的刘大妈 刘大妈称 他们楼里所有的住户 都是旁边无常的公园 所以这栋楼也叫吴侯 她家住在一楼 而坠楼的女人叫住吴双 住在三楼 大家也一起住了几十年了 昨晚她吃完粽子出来凉快 竟发现住吴双趴在地上 可把她吓坏了 就赶紧大声呼救 其实前几天 她还和住吴双有过矛盾呢 那天她在院子里杀鸡 住吴双穿着昨晚坠楼的裙子 迈着大长腿就出来了 没想到刚走到她身边 鸡雀突然抖动了几下 血直接就溅在了住吴双裙子上 当时可把住吴双气炸了 喊着自己身上的裙子可贵了 要不是去拍护照照片 以及准备出国的事 她才不舍得穿呢 说完就一脸不耐烦地去清洗裙子了 说到这里 刘大妈有了一个猜测 住吴双肯定不会自杀 一个要出国享受美好生活的人 怎么可能突然跳楼呢 一定是有人将住吴双推下楼 她怀疑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楼上的男邻居大海 这个大海与住吴双的关系很不易的 几天前在楼道上 她还看见大海狠狠踩了住吴双一脚 这两人像是有什么矛盾一样 听到这话 警方立刻对大海进行审讯 可不知为何 大海却一句话都不可说 无奈警方只能先去审讯吴好楼的其他邻居 警方询问了常理主任张强 他称自己作为主任 日常工作很忙 所以最近就没有关注邻里邻居的情况 不过他知道住吴双和大海关系不错 大海因为性格孤僻 与大部分邻居都合不来 但只跟住吴双走得近一些 不过两人到底什么关系他也不清楚 其实这俩人都神神经经的 前段时间 他们还莫名其妙在走网上 踩碎了自己儿子的玩具海洛 踩完之后俩人还一直疯疯癫癫的笑 像疯了一样 至于案发当晚 他听到刘大妈的呼救声势 还在家里罚贵搓衣板 根本就没功夫注意外面的情况 这张强还挺老实的 连罚贵这事都老老实实的交代了 看来他应该没说话 随后警方找到了张强的媳妇阿兰 他得知了住吴双的情况也有些同情 这住吴双非常可怜 前几年父母卷走了他所有存款 带着他哥哥弟弟买了新房搬了家 只给他留下了五好楼这个十几平方的破房子 现在钱没了 自己也熬成了大龄圣女 本来自己挺同情住吴双的 经常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可住吴双竟然不领情 倒是经常和楼上其他男人打了活 而其中与他关系最暧昧的就是大海了 不过最近两人好像发生了矛盾 案发当晚七点多他带儿子溜湾回来 路过住吴双家门口时 透过窗户竟看见大海推了住吴双的肩膀 两人似乎发生了争吵 他不想多管闲事 就赶紧带着儿子走了 这样看来 大海倒是很有嫌疑 警方之后又询问了 住吴双家对面的邻居胡动 这人是个摆摊卖臭豆腐 案发时他刚收摊回家 快走到院门口时 就听到刘大妈杀猪般的叫声 他这赶紧往家跑 过去就看见住吴双躺在地上 至于发生了什么他真不清楚 说到这里他还向警方强调 刘大妈的话最不能行 他闲得没事就喜欢搬弄是非 整天胡说八道 这边刚审讯完 被独自关在审讯室的大海 竟突然倒地抽搐起来 警员赶紧将他送去医院 这才知道 大海患有自闭症和抑郁症 看来这应该就是 他不说话以及性格孤僻的原因了 随后正对从住吴双的主治医生那里了解到 住吴双身上除了坠楼留下的伤痕外 还有一些奇怪的瘀青 应该是坠楼前与凶手搏斗留下的 警方在住吴双坠楼的阳台上 发现了两个红酒杯以及一把火箭 火箭上有两枚指纹 一枚是住吴双的 而另一枚则是大海的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海确实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再次对大海进行询问 这次大海的表情总算有了变化 他告诉正对 他和住吴双的关系其实很好 平常没事的时候 住吴双会约他到天台上 两人聊聊天谈谈心 非常轻松自在 而他和住吴双也都是可怜人 没有父母的关爱 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既然他们关系这么好 有邻居怎么会看到他推住吴双呢 听到这话 大海却陷入了沉默 之后就一句话也不愿再说 而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 没想到次日一早 吴好楼的居民 却突然闹哄哄的来了警局 他们称对于住吴双的坠楼案 已经有了新的线索 郑队立刻对他们进行集体询问 张强是代表 他称昨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们没敢说 那就是吴好楼要拆迁了 他们认为 住吴双很可能就是因为拆迁的是 跳楼自杀的 说着还提供了他们收到的红头文件 郑队一看发现了不对 这红头文件昨天才签发 而住吴双是前天晚上坠楼的 在住吴双坠楼时 根本不知道吴好楼要拆迁的消息 张强听后赶紧解释 称场里下发文件都需要时间 但实际上大家早都口口相传知道 其他邻居也急忙表示认可 郑队不相信他们 这群人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 他们肯定是想借助吴双坠楼的事 阻止吴好楼的拆迁 从会议室出来后 正对便对张强和阿兰的父亲张大爷 以及儿子成才进行了询问 张大爷称 案发当晚他很早就休息了 所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不过对于助吴双自杀的说法 他是不相信的 这姑娘很乐观 还经常鼓励他好好治病 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自杀呢 至于大海 她只是比较内向人 根本不是坏孩子 看来张大爷对于这两人的评价还挺好的 之后警方又在阿兰的陪同下 见到了他的儿子成才 想起阿兰之前曾提到 助吴双和大海采坏了成才的玩具 正对便询问成才这件事的真假 成才立刻否认了 称大海和助吴双都对他很好 不仅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还经常开导他 他很喜欢和助吴双一起玩 这可和他父母说的完全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之后警方在大海家进行搜查 没想到却在他床下 发现了很多邻居丢失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呢 回到警局后 警方立刻对大海进行审讯 这次大海的态度 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称自己床下的那些东西都是捡来的 至于邻居们丢的那些东西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之所以成为众人怀疑的对象 不就是因为他独特的性格吗 目前为止 并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他偷了大家的东西 还推了住吴双下楼 这吴好楼的邻居 一直都是口无遮拦 现在既然警方怀疑他 那他也有很多话要说 在他看来 吴好楼的每一个住户都比他更有嫌疑 包括曾经他们骗区的骗警小红 从前他们吴好楼的邻里邻居 相处得非常好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 刘大妈变得尖酸刻薄 可十年前 他却是个乐于住人 满满正能量的人 而张强和阿兰夫妻 从前非常恩爱还孝敬老人 买了什么好东西都会和邻居分享 可现在呢 不仅自私还唯利是土 张强都不是厂办主任了 却还一脸高高在上的模样 俩夫妻整天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的 至于卖臭豆腐的胡豆就更不用说 从前有多单纯耿直 现在就有多不讲理 前段时间胡豆和媳妇吵架 他媳妇一气之下就带孩子回了娘家 没想到胡豆却将这事怪在了祝无双身上 说祝无双和他媳妇关系好 肯定是祝无双挑拨他们夫妻感情 简直是太无耻了 而景元小红从初中开始就经常跟踪祝无双 这么多年以来 给祝无双写了无数风情书 参加工作后更是借植物之便 经常到吴好楼串门 当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祝无双家 小红听到这话瞬间怒了 你是不是因为他的钱被骗光了 所以下狠水 将祝无双从楼上推了下来 大海瞬间愣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祝无双被骗了 半个月前 祝无双兴奋地告诉他 自己要嫁给一个外籍华人了 还要跟着那个男人出国 出国一直是祝无双的梦想 他想向父母证明 他虽然是女人但却不是赔钱 那天他来找自己 实际上是想向他借点钱办理出国手续 因为出国需要自己名下账户里有足够的钱 也就是保证金 他实在不忍心拒绝祝无双就同意了 但他却没想过 那个男人竟然是骗子 得知真相后的大海非常难过 要是自己早一点发现就好了 而在此时 张大爷突然来到警局 他称自己之前说谎了 其实跳楼的那个人应该是他 前段时间他去体检 可没想到结果却不如意 他为李竞长了个坏东西 这东西不一定能治好 而且就算治好了 高额的医疗费也会毁了整个家 他不想拖累儿子一家 就想着跳楼死了算了 没想到却被大海和祝无双拦了下来 得知他的情况后 当天晚上祝无双就给了他五万块 说让他放心去看病 这钱不急着还 听了这话众人也是惊讶 祝无双真是个好姑娘啊 这样的人绝不会自杀跳楼的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正对准备送张大爷下楼 没想到却在楼梯上 被急匆匆跑来的警员告知 祝无双已经醒了 警方随后便从他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根本没有任何凶手 他那晚之所以会坠楼 是因为自从被骗后 他就非常焦虑 那些钱都是大海辛苦写稿赚来的 自己就这样让人给骗走了 怎么对得起大海 为了筹钱 他找到刘大妈 刘大妈的丈夫在外汇局工作 他想着能不能把自己手中的外币兑换成人民币 可刘大妈害怕他想勾引自己丈夫 一点忙都不愿意帮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 小红突然来邀请他当自己的女人 一起去参加朋友婚礼 可那时他根本没有心思 犹豫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向小红借钱 没想到小红听后却大发雷霆 骂他就像传言说的那样 一点都不爱惜自己 随后还将他推倒在地 他身上的瘀青就是那时候造成的 回到家后 他独自在阳台上喝闷酒 突然注意到他养在护栏外的鸽子 想着喂点饼干吃 没想到脚下一个没站稳 竟意外从楼上掉了下来 得到真相后 正队赶紧回去将大海放了出来 大海走到五好楼下 邻里邻居竟然已经在等他 经过了这件事 大家都好像回到了十年前 五好楼的气氛也好了起来 希望以后他们也能互相帮助 互相关爱 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 而不是冷